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根据了解的这个鬼胶静蜡鸡翅在2014年曾经短暂亮相 这个鸡翅是用鬼胶等多种香料混合腌制入味 并且在表面裹上面包糠炸制完成 餐厅的官网声称通过旗下APP或者是网站下单取餐 6只鸡翅仅售5美元 也就是说每只鸡翅单价不到1块 如果想要送货上门的话 PuPi的鬼胶鸡翅在各大外卖平台也均有所销售 6只鸡翅售价6美元 12只鸡翅售价12美元 优惠活动将会在2月12号截止 他由于裹着辣椒粉出锅之后的颜色金黄 稍微泛红香辣扑面而来 鸡翅外皮酥脆里面的鸡肉鲜嫩不柴 有不少华人时刻指出 这味不就是国内那麦当劳那麦辣鸡翅吗 这秘方可算是让老外给破解了 真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赶紧买来解解馋 均住在尔湾的吴女士在品尝之后表示 虽然主打鬼胶净辣 但是由于自己出身广东 本身还行 所以呢这款鸡翅呢 对他来说呢就是偏微辣的样子 也就是味道而言 这个鬼胶鸡翅确实是不赖 但是呢每只鸡翅的单价是不到1美元 这个价格也是让他觉得非常的经济实惠 也算很值当 而本台的主播Celine呢 在本周试吃之后也是给出了她的评价 我们来看看Celine是怎么说的吧 好我在吃炸鸡 你有什么问题想问我的 我觉得它还是还可以还蛮嫩的 然后它炸的呢也还可以 就是不是会有很多面粉的那种 就是感觉它外面还是有皮 都是炸的它本体不是炸的面粉 然后总体来说呢也不是很辣 就是本广东人是可以接受的程度 就是没有什么感觉到辣味 然后这个就是感觉它可能有点咸 就这个价位一块钱一个而已 你觉得这个价位怎么样 我是完全没有要求的 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 满分是五分的话你会打几分吗 我觉得我觉得有四分了 好 上下一分就是它太小了 Celine表示说啊 每个鸡翅的个头小腿来说 它有点偏小 对于食量很大的功课来说 一顿就不够了 然后呢在这个物价飞涨的年代 这鸡翅的价位也算是可以接受吧 如果满分四分 Celine给鸡翅打出了 满分五分的话 Celine给鸡翅打出了四分的好评 而对一些贪心的食客来说 可能吃多了 反而给身体引来不适 洛杉矶的罗小姐表示 自己好久没吃到 这么像麦当劳的炸鸡翅了 连吃三天狂炫48只 结果腹泻一整天 坐在马桶就别说了都离不开 它提醒大家 鸡翅虽好但不能够贪多哦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